用启映的经文是弹以理书五章 我们由十八节开始读到二十八节 二十二节 让我们一同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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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撒亚 你是他的儿子 你虽知道这一切 你心仍不自卑 景向天上的主自高 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皇后妃笨用这器皿喝酒 你又赞美那不能看 不能听 无知无色 金 银 铜 铁 木 石所造的神 却没有将荣耀归远那手中有你气息 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因此从神那里显出子头来写这文字 所写的文字是 美妮 尼尼 提克勒 污法以身 讲解是这样 美妮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 到此完毕 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规险 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 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但你 归于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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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You cannot see or hear or understand, but you did not honor the God who holds in His hand your life and all your ways. Therefore, He sent the hand that wrote the inscription. This is the inscription that was written, Mene, Mene, Teko, Pasen. Here is what these words mean. Mene, God has numbered the days of your reign and brought it to an end. Tackle, you have been waked on the scales and found wanting. Paris, your kingdom is divided and given to the midst of the Persians. 願神祝福讀句話語的人 May God bless all those who recite His words. Please be seated. 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together. 天父上帝,我們多謝你賜給我們達爾里書 Oh dear Henry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us this book of Daniel 值著這幾個禮拜研讀這個先知書 我們對你的話有更深的認識 Thought to study the book of Daniel that we definitely understand deeper of your word 求聖靈做我們老師 May the Holy Spirit be our teacher 指引我們該聽到的話 Guide us to listen to the word that's right for us to hear 更似我們力量回應神你的話 Give us strength to echo back to your word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In Jesus Christ's name we pray Amen 我們在這段聖經裡面雖然好像很短 但是如果我們整章看完 是有31節的 The Bible passage we just read seems so short But the whole chapter is 31 verses 所以大家手上有聖經 最好我鼓勵大家打開神的話 從頭到尾可以看一看 If you have a book in your hands Please open it to this chapter and read it through 所以如果不介意 我們回到前面 剛才讀過的經文 我們從22節開始 是講到但以你這位先知 對當時的白沙殺王的一段說話 Let's go back to the verses we just read That is talking about Daniel talked to the king At that point, Belshazzar 再之前有四節是講到 他的祖父的一段歷史 In the previous four verses It's talking about his grandfather The history of his grandfather 他這個祖父叫做尼布格尼撒王 The grandfather of Belshazzar is a Nebuchadnezzar 但是上個禮拜有回教會 或者你聽視頻就可以聽回 就是講到他這個祖父 怎樣去被神去管教 使他能夠謙卑回去神的面前 If you were in church And then if you listen to the previous sermon You will find out that How the law really discipline Nebuchadnezzar 跟著下去22節開始 剛才我們一路讀的時候 就好像是先知去指責這個白沙殺王 If you read from verse 22 onward Seems like how the prophets really blame this Belshazzar One thousand gases and their wives 那麼忽然之間呢 他就有一個靈機一速 就叫那些屬下呢 將耶路撒冷聖殿拿回來的金銀的杯 和器皿呢 拿來倒些酒下去拿來喝 那大家喝的時候呢 就忽然間一件很奇怪的事發生 就是在第五節記載 有一隻手指在牆上寫字 寫什麼字呢 剛才我們已經讀過了 不過我們先講講 當時大家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這個白沙殺王 見到有隻手指 無緣無故在牆壁上寫字 他就是臉色大便 所以Belshazzar saw something was written on the plaster that all of a sudden his face got so changed 第六節形容得很貼切 他的心意很驚惶 他的心意很驚惶 兩隻腳沒有了力 他的膝蓋呢 兩個膝蓋撞來撞去 即是怕到在那裡貼貼震 然後他大聲地叫人呢 來解這個牆上所寫的字 他媽媽呢 他媽媽沒有參加這個派對 就聽到這個風聲 跑過來對兒子說 你沒有怕 你不用怕 你找彈以利 他會來解這個字裏面寫的是什麼 那白沙殺就請了彈以利 顯然他不是這千個大神的裏面其中之一 彈以利來到王的面前在大庭廣眾 就解釋這個牆上所寫的是什麼字 所以彈以利來到王的面前在大庭廣眾 解釋這個牆上所寫的是什麼字 解完之後 當晚他的巴比倫國滅亡了 故事就是這樣說完 但是對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故事 對我們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就再一次溫習一下大概的意思 首先我們知道白沙殺是一個什麼人 首先我們知道白沙殺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我有什麼關係呢 和我今天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他的外祖父是尼布格尼殺王 是當時最偉大的一個皇帝 他統領了天下 他統領了全世界 包括領略了耶路撒冷的旦以利 十八節說到這個皇是神給他極大的祝福 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都講及到這個皇的偉大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 這個白沙殺王 實在是真的含著金出生 因為他的家庭背景是相當的偉大 強壯 而他的爸爸又是誰呢 這個爸爸呢 就在聖經沒有記載的 因為聖經記載的目的 是講神的救恩 它不是講世界歷史 但是世界的歷史 是要認證神的話是真的 所以我們看這些參考書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哇 聖經講的東西 真是沒有假的 但是如果你Google一看 他的中文翻譯呢 是有兩個翻譯 他的名字叫做《拿波尼道師王》 那這個或者另一個翻譯叫做《拿波尼道》 他就娶了《尼布格尼薩王》的女兒 所以他在這個皇位上是位列第一 而白沙殺是他的兒子 所以是位列第二 因為當時皇帝還未死 所以你讀聖經 讀這段原因 你就會看到 這個白沙殺王說 如果誰解到牆上的字 他就位列第三 就是這個原因了 問題來了 那麼他爸爸去了哪裡呢 他爸爸原來走了去阿拉伯國家 一個寺廟裡面 他在這裡做什麼呢 有解經家就說他去做西方和尚 你知道西方和尚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跟現在的佛教和尚不一樣 他就不理正事 全部交給了兒子 他就不理正事 全部交給兒子 你問是否含著金出生呢 因為他的背景很厲害 他的外祖父是尼布格尼薩王 但是很可惜尼布格尼薩死了之後呢 就好像我們看電影《Godfather》 教父那樣內控 朝廷裡面呢 就天下大聯 連續三次有些謀朝篡位的 一些恐怖的事件 發生在尼布格尼薩的家族當中 所以拿波尼道能夠娶了公主 將這個王朝繼續拱過下來 是一件好了不起的事 所以白沙薩從小到大 看到家裡發生這麼多事件 皇宮發生這麼多暴亂的時候 他其實的心是怎麼想可想而知 所以當太后出來介紹白丹爾禮的時候 是再次提醒白沙薩 你沒有怕 如果你聽神的話 這件事就沒有問題的 因為雖然你爸爸不在你身邊 你記住有神的話在你身邊 你要記住你外祖父的美好的見證 你要記住你外祖父的美好的見證 在前一章 他怎樣謙卑回到神的懷抱裡面 所以你只管請丹爾禮來解釋這件事 他就好像以前幫你外祖父一樣 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了 聖經的文字其實真的很美 在寺女行間你會看得到 白沙薩有沒有買媽媽這個帳 有沒有聽媽媽話呢 你可以說他聽話 但是從他的語氣 講話那種姿態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是不服這個老人家 當時丹爾禮已經八十歲了 所以從十三節讀到十六節 你看他講的說話語氣是帶著一種 蕭視神的蕪人的語氣 從十三節讀到十三節奉進到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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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所以但以以老买老 他就老实不客气来斥责白沙拉杀王 22节说 你既然是尼布格尼撒的孙子 你都知道了巴比伦发生的历史 你仍然不肯谦卑 你的外祖父已经有这个见证了 你的妈咪已经教了你了 你也都看到你爸爸是怎样离开这些陈世的政治的舞台 自己去静修 不理国政了 但是你竟然能这么大胆 23节里面所说的 就是大排言值来去喝酒 并且是拿神殿里面的器皿 拿来当酒杯来用 你喝酒不要紧了 但是你怎样能够拿着这个酒杯 向那些假神来致敬呢 敬酒呢 让这些假神得着荣耀 不荣耀给我们生命的上帝呢 现在神就给了一个机会给你了 就是他亲手在场面写这几个字 so personally use a finger to write things on the wall 这个字迹所显的是好像很简单 so this inscription seems so simple and short 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是一个审判的说话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神已经在数你的日子 你的国已经要结束了 你被称在天平上显出你的缺陷 即是说计起少数不适合情 所以你的国就会被瓜分 是成为马代波斯国的所有 大家看下去 是不是觉得好像白沙沙 你今次死定了 是不是这样想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OK白沙沙 Your day is numbered 马智星牧师去年讲道的时候 再一次用以赛亚书来教导我们 审判后面是有安慰 During those judgments we also have comfort 这段说话好像说你死定了 游戏都会不会有的了 so that means here seems like your day is number is no turn around 是不是这样 Is that true 但是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 听回牧师说的话 似乎这个是一个警告 是一个审判 但是如果你肯翻转头 还有机会 因为我是神 so it's a from there from the book of Isaiah thinking that that is a warning it's a judgment it's coming you can have a chance to change 与其是神要他即刻死 倒不如是神 再一次用亲手写的字 来到去劝他 快点回头 If the God wants him to die right there but rather God wants him to understand the wording and repent and turn around 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思想 王的时机 正是我们今天的时机 这个机会就是现在 我们怕什么呢 如果地震的时候会如何呢 如果你忽然发生一个事的时候 你如何去反应呢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啊 是你回去神那里的机会 re turn back to God that is the opportunity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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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客立 乌法而身 就是说 你小心啊 你小心啊 manay manay tackle means be careful be careful 是不是这样读圣经呢 is that's the way we read the bible 但兄姊妹 我们不是读一本圣经 但读一个故事 哎 这些人 抵死了 是不是这样呢 when we read the bible not just only looking at like a story telling and say that oh those people deserve to die 而是我们看见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是我 sometimes when we look at it we say that that person can be me 其实白莎莎当时 是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地步里面 actually 白莎莎 was in a very critical dangerous situation 因为马代波斯正是冰林城下 他们围着这个巴比伦城首都 是以雷霆万军之势 要攻入这个巴比伦国 其实白莎莎都不是小的了 有解经家认为她是亲眼见她爸爸 她的祖父吃草鱼牛七年的 because somebody said that he actually witnessed his grandfather ate grass for seven years 而且看着她爸爸恢复正常 and saw him become normal 所以可能她是很有信心 哎 我不用怕 你们打完你 我们这个城很威胁的 不会被你打倒的 这个是我赞美神的方式 拿圣殿的酒杯 and bring the goblet from the temple 你都向神经走 and try to really use it to worship the god 但是我们经走的时候 when we're using the goblet to go around 却迷迷糊糊 误会了 将金银和石的假神 当是真神 mistickably we're using the true we replace the true god with all the false gods 亦都在这里看见 人心是多么奸恶 we can see that how wicked all our human hearts 一切的恶 是从自我中心 那种骄傲而出来的 all these wickedness as we arise from this pride and also selfishness 他是发梦都想不到 马代波斯是怎样可以 打入去巴比伦 I think we never thought that Middies and that person would come over so soon 大家如果读历史 或者读考古学 你就知道 巴比伦这个国家 那个城墙 是有多么厚 If you study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that you will see the how thick their city walls were 我这些不说 他的程度 但是他有一个弱点 是什么弱点呢 OK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detail about this but I want to tell you one of the shortcomings 就是原来他们的下水道 他将又法拉底河北边的水 截了之后 那个水道就变成隧道 可以进去隧道 在城中间走上来 一举千灭 这个巴比伦 OK How did they really lead the water from Euphrates and they dig into a tunnel and then come to sprout out in the city 所以由此可见 好似今日的病毒一样 是我们不察觉之下 感染了 就美了 所以任何的危机 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转机 所以我们要再次思考到 神在墙上写的字 似乎是一个审判 但是可能也是一个警告 你快点回头 快点去倚靠我 所以我们要重新地看一看 王的时机 就是一个悔改的时机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王的机会是 时刻的时间 如果他当时肯回头 跪在神的面前 神啊求你打过我 可能就不会被 给马代波斯去殲灭他们 If Balthasar can repent and knell down and say that Lord please help me and then he might never really get you know slaughtered by me and Persian 你可能这个时机 扭转不过来 但是我们要明白 神的手是掌管历史 和他的教会 If you think that you might not turn this whole event around but you know that our Lord is the one that handle all histories 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神 because our God is really sovereign and handle everything on earth 我们相信他有多少呢 how much how wide the deep that you trust in our Lord 神的手指 在白沙沙的黄的面前 写得出来 是整本圣经唯一一次 行这个这么伟大的神迹 但是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有了圣经 神的手指头 正是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怎么写呢 诗篇第八篇第三节 这样说 how he wrote from the book of psalms chapter eight verse three is like this 我们用广东话读一次 好吗?请 我观看你指头 所造的天 并你所沉舌的月亮 升宿 when I look at your heavens the work of your fingers the moon and the stars which you have set in place 这个很奇妙 这个是什么时候 你见到月亮 what time you will see the moon 通常是什么? 曼黑才能看到 就是人生 处在一个低落的环境里面 但是神的手 带领着我们 哪怕是死任的幽谷 我们不怕遭害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朱天都有述说神的荣耀 the whole universe it will declare God's glory 穷仓全阳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 我们有空气呼吸 有阳光的吸收 都是来自于神这个创造者 神的指头 亦都是在当时出埃及记 这个西乃山上 写的十戒 赐给摩西 静着十条戒命 让我们知道如何 彼此相待 如何去敬畏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有全本的圣经 神的话每一日都滋润我们的心灵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珍惜神每一日对我们的说话 好让我们借着神的提醒 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危机 我们都能够倚靠我们的神 把握这个机会 荣耀我们的神 因为神是掌管历史 掌管万有的神 好可惜我们读下 最后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看到的一个光景 就是白沙撒并没有悔改 就是果然当天晚上 马代的兵 果然借着水道 走了上来 将他们所有的群臣百姓 殲灭了 也都应验了先知 草就预言了 巴比伦是会怎么灭亡的 前排林崇智牧师 也都曾经用巴比伦 这个事干来提醒了我们 因为启示六十七章里面 就记载巴比伦 再一次被提到这个巴比伦 是在末后的里面 是主要审判 主再来的时候 撒旦的垂死挣扎 他会好像使用巴比伦一样 来帮助敌基督 来将神的教会 神的工作去攻击 引致到神的耳子 耶稣基督 再来将我们 折回神的怀抱里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不是只读一个故事 我们读到的是我自己 会不会好像白沙撒一样 浪费了神的资源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握得救的机会 让我们在座当中 有很多家人还未信耶稣 他们遭遇到困难 他们遭遇到困难 不能够持得我们 有这个救恩的盼望 世界上仍然有数亿万的人 还未相信耶稣 听到福音 求主你亲自做感动的工作 让他们早日能够认识福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